前期讲述的案件是一起灭门残案 凶手作案手段残忍 画面极为血腥 友情提醒各位渗入观看 汤芙林是雅安市对严镇青江村的种植大户 十几年前 身为四川农业大学教师的他承包了一百多亩果树 通过一家人的辛勤劳作 渐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 厄运此时正在慢慢向他靠近 2000年7月24日 有人到汤芙林家中串门 没想到却看见了屋内躺着三具尸体 接到报案的警方迅速控制了现场 并很快确认了死者身份 死者分别是这个屋里的主人汤芙林 妻子王明荣和他的儿子汤涛 汤芙林身上多处被盾气打破 妻子王明荣身上有多处致命刀伤 而汤涛则是浑身皮下积血 细窒息死亡 三个死者的死状都极度痛苦 现场情形惨不忍睹 714特大杀人案震惊了整个雅安 该案成为了雅安建国以来第一血案 当日下午两点 雅安市公安局局长李佳琪 立即率领刑警赶赴现场 深夜十二点 第一次案针工作会议在王家沟召开 专案组开始了艰巨的案针工作 经过数日的排查 一个名叫杨文军绰号二火锤的人 出现在案真人员的眼前 杨文军 男 28岁 两家相距不到400米远 曾因盗窃二进攻 案发后 二火锤就神秘失踪了 这一现象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 为了调查二火锤 专案组踏遍雅安北一个角落 问过每一个与二火锤有过联系的人 但案发后 二火锤中断了与所有人的联系 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般阴性全无 案针工作陷入了僵局 两个多月过去了 案针工作仍无转机 9月10日 案情终于有了进展 赴天泉县的侦察员了解到 二火锤在天泉犯过毒 他的毒源来自一个红雅人 同时 9月19日 一个神秘电话打到雅安市公安局 探听王家沟案件情况 但又旋即挂断 侦察员立即连夜开始排查电话号码 侦察得知电话是在天泉打过来的 打电话的是一名叫韩明涛的男子 警方通过调查韩明涛 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韩明涛不但与二火锤杨文军关系密切 而且曾经久后说 自己在王家沟杀了三人 韩明涛与杨文军是否是这场血案的凶手呢 这一切得等到抓获两人才能得到答案 9月21日 专案组业赴天泉 在天泉警方的协助下抓获了韩明涛 经审讯 韩明涛交代他的毒品来自一个洪雅人 叫曹光君 而曹光君正是二火锤 向其购买毒品的洪雅人 724大案三点成一线的犯罪作案现场图 立即浮现出来 专案组决定立即抓捕曹光君 曹光君 南 29岁 鸿雅县罗霸乡人 92年 因盗窃犯罪被判刑 98年 刑满释放 韩明涛 南 16岁 天泉县新厂乡人 曾因打架斗殴 受过公安机关处罚 经过数度审讯 在大量确凿证据的面前 曹寒二人供出了他们和二火锤杨文君 在王家沟犯下的血腥罪行 正是他们三人为了抢劫汤家的钱财 凶残地制造了灭门惨案 当时三人将汤家灭门之后 抢走了保险柜中2000多元现金和全部金银首饰 作案后三人分别躲藏起来 事后曹寒二人听说二火锤成了警方重点嫌疑对象 为了不使得自己暴露 曹光君和韩明涛 又将二火锤凶残地打死 抛逝于天泉县安乐河 这也是警方在先期一直找不到二火锤的原因 9月23日 侦察员带着两名凶犯 来到杀害二火锤杨文君的现场进行了指认 只可惜二火锤的尸体至今仍未找到 根据曹寒二人的分别交代 他们在杀死二火锤的细节描述上十分吻合 证明二火锤就是他二人所杀 同时另一组专案刑警根据凶犯的交代 在一个小山坡上找到了歹徒作案的凶器 即被害人汤芙林的妻子王明荣的垮包 里面还有他儿子汤涛的入学通知书 至此 亚安市公安局经过六十多天的艰苦熬战 本波六市十三线 终将这起亚安第一刑案胜利告破 9月27日 亚安市公安局进行了公布大会 整个亚安城万人空巷 这起震惊全川的特大案件的法律诉讼程序 也进行的异常迅速 11月14日 亚安市人民法院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审 宣布了一审判决结果 曹光君 韩明涛被宣判后 记者在看守所采访了这两个凶残的杀人犯 这个凶残的杀人狂魔即使被判了死刑 仍未有丝毫回忆 若不是被抓 他可能还会继续行凶 韩明涛今年才16岁 但做起事来却心狠手了 深得曹光君的赏识 喜欢看黑几款样的片子香港的 喜欢看 觉得是不是受了他们影响 也有节目 喜欢那种黑道人物还是喜欢那种 什么所谓的这种正道人物 黑道 只可惜这个想做老大的16岁少年 对自己的前途命运的认识却极端幼稚 724灭门惨案成功告破 使得亚安人民大快人心奔走相告 我们痛恨这些冷血无情的畜生 同情那些悲惨遭遇的受害者 但回头想一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 那么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惨案的发生 视频前的你 又能否从中警醒呢 好了 本期案件就讲到这里 大案实录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